花蓮縣警察局新現任局長交接典禮16日上午舉行 由內政部警政署的警政委員黃世青來擔任兼交人 縣長徐正偉也親自到場 原縣警察局的局長代從弦他連跳兩級 容身了台南市警局的副局長 改由警政署公共關係室的主任呂世銘調任花蓮來服務 奉內政部112年1月12日台內人自第12000-2091號令合定 呂世銘調派在花蓮縣警察局局長 其所屬原警均因服從命令 課尊紀律 盡忠職守 此令中華民國112年1月16日 不萬費公堂 不耐用人員 不營失舞弊 不受受賄賂 無為失言 便受最嚴厲之處罰 此事 宣誓人呂世銘 中華民國112年1月16日 花蓮縣警察局謝新任局長交接典禮 16日上午在該局清明堂舉行 由縣長徐正偉主持交接 內政部警政署警政委員黃世青尖交 原縣警局長代從弦連跳兩級 容調台南市警局副局長 改由警政署公共關係室主任呂世銘調任花蓮服務 縣長徐正偉恭賀卸任局長代從弦容調 並肯定代局長一年來對於花蓮地區警政多所琢磨 呂局長無論是在內外整個資歷都非常非常的完整 尤其歷任無論是警政署甚至到我們的這個桃園新竹縣新竹市台南市都擔任過分局長等要職 我想在這裡除了行政以及出外勤整個行政經驗豐富 而這個對於中央的政策也非常非常的清楚 第一個氣毒掃黑這絕對是重中之重的 另外現在的詐騙更是國際甚至這個在外縣市 所以對於詐騙一定要加強加強 尤其是花蓮的老弱婦孺更加的多 所以詐騙更是我們現在很重大的使命 而魚肉香餅打擊黑道這更是要重 57歲新任局長呂世民 警大53期行政警察學系畢業 並由警大警政研究所碩士身份 內外勤經歷完整 徐正為齊許新局長到任後 帶領警局同仁做好各項警政工作 尤其在速度、詐騙以及打擊黑道幫派務必全力以赴 加強重要幾日安全維護工作 讓花蓮鄉親可以安心快樂過個好年 記者蔣邦彥 華蓮詩報導